記得陳茂波之前有講過的香港的財賊是一千億 可能早兩三個月講 專家估計今年的財賊可能是一千五百九十億 其實現在的信息可能比這個多很多 一千五百九十億是彭博十二會堅持學家的分析報道 就是今年 相當於香港的生產總值GDP的百分之五 這個不說了 現在看到香港政府自己公佈的數字 就是今年的前半年 財賊已經達到二千五百三十億的數字 這個數字你又怎麼理解呢? 還有它現在的外匯儲備 跟上一個月相比已經少了七百億港元 外匯儲備 如果是少了那麼多 最直接的解釋當然是投資眼光差 落著錯 為什麼會落著錯呢? 這個就是要看回它的股票 究竟你投資了什麼 但你今時今日的金管局 它投資的表現 投資的板塊在哪裡來呢? 我恐怕很可能就是因為它投資了很多在內地的一些項目 如果這麼不幸的 你放了一些錢進去大陸的內房股 其實是活該的了 是吧? 你以往來講 金管局都很穩健的 都會買回一些國債 買回一些美元資產 令到自己的回報 起碼就很穩定 但你今時今日 其實我記得以前 長毛還在做立法會議員的年代 他當時就問過 陳Norman Chen 就是前金管局總裁 他就問過 你那個Portfolio 有沒有投資這些大陸的資產? 他說有的 原來是有的 如果你是投資了大陸的資產的話 尤其是現在你說 你自己都推地方債 李家超都幫地方債推銷 因為其實他就很歡迎現在這個海南島 深圳的這些政府 來香港發地方債 如果你向香港人推銷的話 會不會你自己也買了呢? 如果你買了的話 那這個不就是把香港人的錢丟到鹹水海了 其實不止這些 還有很多香港人最重要的強積金 如果你是香港的財金官員 越來越是政治行先的時候 政治大過專業 大過自己的專業眼光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反面教材 我覺得是 其實我的意思是 我的感覺是不是現在香港的經濟環境很差? 我自己的感覺 經濟衰到這樣 不過最後一個問題 最想問一下草 剛剛要說了方仙海 還有一個原因 投資來講 其實這個外匯儲備就是外面的 如果是財政儲備 如果是財政赤字 這個就要看那個賣地收入 以往就是財值 如果你要平... 往年來講 因為其實香港的稅機很窄的 你不像西方國家 就算不像英國 就是很靠人頭稅 其實我們那些入息稅 是去頂住那個財政開支 但是香港如果賣地收入差 賣地成績差的話 對你的財政的穩健來說 其實是很大的影響的 尤其是現在我們看到 樓價開始下跌 很多紅號 這個對沖基金 一個被稱之為全中國最準成的一個策略師 紅號就說 香港的樓價是會由這個高位跌到50%的 現在已經跌了20% 還有30% 如果大家看香港的樓市前景的話 那你猜賣地收入會不會好呢? 就是你投地的成績會不會好呢? 一定不會啦 所以為什麼你說經濟差 其實樓市也會影響很多人的經濟的 因為有很多人 你自己有物業之後 你都會拿來做一個再融資的 去借錢的 最抵押借錢的 有財富效應在那裡的 如果樓價跌的時候 現在我們也看到另一個數字 就是說 這個是金管局發出來的數字 就是說現在那個負資產的個案 相對於上一季來說是升了10倍 上一季是50多宗 現在是超過500宗 就是總數金額也是10倍升的 其實是 經濟當然是差了 那陳茂波這件事 他自己去紅馬 他都可以站在桌子上去說話 有沒有傳播風險呢? 其實這件事 我都敢說 200個財經的那些高層 他都知道的嘛 這樣對他們來說 是不是又是一個傳達一個負面的訊息給他們呢? 說你這麼危險啊 你在那裡傳播 就是要當他們 但是是不是當他們沒有道呢? 不尊重他們呢? 還有這個會不會影響到 這個金融峰會議的所謂的 所謂的就是演外之的結果呢? 就是可不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的炸彈呢?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就 我覺得應該這樣看 就是陳茂波他在登機之前 就是離開這個沙地阿拉白登機之前 他就測到快測是陰性的 但是來到香港之後呢 那他就說 因為現在衛生署 自從6月開始的說法呢 就是說其實是你測試完 你是要測試的 但是你測試完呢 是可以放行的 你都要接受這個核酸檢測 但是你現在最新的政策呢 就是你測試完之後是可以放行的 但是你放行之後 他會公佈數據給你聽的嘛 那你究竟是陽性還是陰性的嘛 你陽性來說呢 就一定是紅馬的 紅馬就一定是要隔離的 這個是我們的理解來的 但是現在衛生署的處理呢 就非常之令人憤憤不平的 為什麼呢 他現在就說 經衛生署評估 就是一個不具傳染性的康復個案 為什麼一定是康復呢 你說他康復是康復的 陳茂波你不給他的免疫能力有反覆的 因為他現在說 他的CT值是處於康復個案的範圍內 就算是處於康復個案的範圍內 你的CT值都會有升有跌的嘛 再說我現在我看一下陳茂波 他出席論壇的表現 你看他的樣子 你看他的眼睛 其實他都沒有睡覺的 眼睛通紅 還有水汪汪的樣子 你看到他的樣子 你都知道他的精神狀態 還有健康狀態不是很好的 然後你給他特事特辦 甚至乎最可怕的 就是既定機制評估 他是申報康復紀錄和核酸檢測結果 審視他的臨床情況沒有病徵 所以屬於康復個案 沒有病徵的陽性 都是陽性 對於一般人來說 就是紅馬 就是要入足高灣 就是要即時隔離 就不可以 首先 任何人出街都要戴口罩 但是你現在 你是不僅 你現在不是一般人 首先你下機的人 任何剛剛在外地回港的人 首先是黃馬 黃馬的人一定是要戴口罩的 不要說黃馬人一定要戴口罩 一般人都要戴口罩 不戴口罩的人 是會當街被人批鬥的 你看看阿士一姐 阿薛映義 他在街坊看到不戴口罩 是追打他的 追著他來拍照批鬥他的 一般香港人如果不戴口罩 是會當街被人罵的 為什麼你現在陳茂波 可以在這個給面派對裡面 不戴口罩 還有公眾播毒 那裡有二百多個銀行家 可以這麼離譜的 然後你說 因為衛生署 就覺得他是一個康復個案 所以就無需隔離 不受紅馬限制 孫冬之前怎麼跟我們說的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創科局局長的孫冬 孫冬說 那個健康馬為什麼要繼續做下去 那個 那個 安心出行 為什麼一直要保持下去 一直要做下去 因為 我們很重視香港人健康 我們不可以這麼不負責任 讓一些 紅馬的人到處走 他說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 安心出行 要有追蹤功能 我們要更加好控制到這些 紅馬個案 原來 我們看到 紅維民生日會之後 我們看到一個 入境處處長 歐家宏 可以完全不理 這個安心出行 這個是嚴仁而歡喜 嚴仁而歡喜 這個態度 你看到陳後波也是這樣 而陳後波更囂張 是連口罩都不用戴 你現在還跟我們說一國兩制? 李家超今天跟我們說一國兩制 我現在看到是一國兩制 大家活在一個同一個香港 但是特權裡面就有一個特權的制度 為什麼衛生署可以這麼好? 看到你讓聲嗎? 不要緊 檢查你CP值 為什麼其他人不行? 住足高灣的人 可以叫你檢查CP值嗎? 哇 你這麼體貼入眉 你對陳後波 為了讓你去金融峰會說什麼? 就是說一句 香港和大陸有獨有的聯繫 一個廢話 就是說一句廢話 然後 要讓所有二百多個世界頂尖銀行家 幫助你們 冒著生命風險 以後你說什麼? 什麼健康碼? 安心出行? 你已經沒有道德高地在這裡了 所有事情是淪為一個笑話 是不是只有一個玩字? 為什麼你特權人士 現在你的銀行家身體會比較好嗎? 你的免疫能力比較強嗎? 可以不用戴口罩 會比較厲害嗎? 令到香港人憤怒就是這裡 一個香港兩種制度 這個就不是法治了 法治是什麼意思?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你對我來說什麼法治呢? 法治是重要的 但是從這些狗官說出口 就難聽過粗口 就是有些香港朋友跟我說 其實他們如果是檢測了 中了 但是都不是的 都是很臭的 他們要在家裡暈著 暈落日 你知道嗎? 在家裡要用一個不知道什麼手帶 要用一個手帶 手帶是嗎? 手帶在這裡不讓他們走 在家裡 六天沒有得上班 沒有得到會去的 六天時間了 還有沉上波會 我有一個質疑的 阿草 他在那邊還沒回來之前 不是說他是陰性的嗎? 誰知道上飛機回來 就出席了這個會議之後 晚上的衛生署都說他去陽性 那這個是不是有點奇怪呢? 我懷疑他在說謊 可能應該是 我懷疑他那個快速是假的 是不是? 你已經在研究特事特辦了 是不是? 你現在我覺得是非常離譜的一件事 你對那些一般市民 就是七個耶身的免針子 你可以這麼嚴格 說廢就廢 那二萬張免針子 你說呢 因為那些人就是 你有合理懷疑 是吧? 你是江玉歡都看不過眼 你一句合理懷疑 可以抹光所有這些免針子 你就算少數人都是人 是吧? 那些醫生工會說 二萬張裡面 他說 應該有10%是真的 那你對這10%的人 對不對他們住? 說廢就廢 然後叫你臨時找醫生 去簽名針子給你 而他們是找不到的 現在這樣的環境下 你對香港人 對一般的市民這麼嚴格 對自己的這麼寬鬆 就是不公平的嘛 就是 就是 那些人 你怎麼做到的 那些人 在那些人 你怎麼做到的 就要這樣 你怎麼做到的